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又回到三個節戰略版 第五季的戰報分享 而今次的主題是 我給一隊 穿了我五隊 穿了我五隊 我收藏了 十二月十七號,早上的時段 好,穿的第一隊是玉弓 玉弓我當時可能會打其他隊 然後打贏了之後剩下殘兵 就對上去吧 但我都不少的,一萬三千多兵 你都知道玉弓的特性 我只能夠減傷和回血 其實也不會很容易去殺 好,這裡我只能夠對 對方造成很低的兵選 接著第二隊 第二隊就是 魏法騎 魏法騎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前面的隊伍 也不差的 我22000兵對他28000兵 但也是同樣地 對方也不太高兵選 好,接著這隊 我滿紅滿狀態 滿兵的桃園盾 也都被對方爆頭 之後來到T0的隊伍 是頂戰法的 頂戰法的香騎 一樣收平 好,最後是我最強的隊伍 神獸弓 神獸弓 滿狀態滿士氣 滿兵也都被對方 用萬六兵打爆了 所以對方是超級誇張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方就是 奸熊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隊隊伍也很有名 奸熊騎 奸熊騎 需要曹操有奸熊特性的裝備 不然這隊就廢了很多 我相信對方有 大家看看戰法 對方曹操 帶鐵騎驅持 和虎炮騎 而張遼是帶 當風吹決 和暴雷無人 而夏厚淵是帶 羅伊血戰和白騎劫營 好,我們兩位進去看看 曹操是用軍營 配炎鎮以待 帶防備 和鐵甲 好,接著到張遼 張遼是用作戰的一股作氣 配聖戰和執睿 好,最後夏厚淵 是用作戰的一股作氣 配聖戰和執睿 對啦 那我這裡打得很慘 那因為我沒有這個 叫陳甲盾 和對兵刃的克制 那就會變得差很遠 就算我用這一季的K型陣 克制對方的曹操也沒什麼用 因為對方還有 張遼和夏厚淵 加上我用K型陣 的隊伍是同兵 也是給對方騎的克制 所以我這五隊 是給他激烈地 吃光我的戰功 而對方 也是我們這個出版 酸漏陣型的 貢獻排行第一名 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厲害 不是浪得虛名 綁手的玩家就是他 這次我就分享一下 艱紅騎的戰報 因為我是分享不到這個戰報 所以唯有 拿他的戰報來分享 也是我親身經歷 所以我告訴你艱紅騎T0戰報 這一季T0裡面有 神獸宮 魏法騎 香騎和艱紅騎 其他三隊我都有的 唯獨沒有的艱紅騎 很幸運今季遇到 亦都可以讓大家看到他的戰報 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記住 一定要有艱紅特性的裝備 如果不是的話 是廢很多的 好了 這次影片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意見 或者打法 或者一些黑制 或者可能有些 怎樣可以打艱紅騎的分享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 好了 我也多謝大家觀看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的 幫幫忙按個訂閱 還有打開鈴鐺 這個是對我的最大支持 好了 我們下次直播或者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